而且還有一個封號是不是 國民鬼娃 是誰最早是誰問的 好像是記者 記者嗎 是 對是記者 但我忘記是哪一個了 對 自從有了這個封號之後 大家就 對我的印象就是 更是鬼娃 可是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因為 對我們來現在 對我們現在來說應該是 有細節 就是很幸福的事情 嗯 因為如果沒有細節的話 你就要訪問就是 會不會見到 嗯 但我們現在最需要的 還是訪問更多 嗯 就是被人家看見這些事情 細節的比較少 比較難接的時候 比較細節 然後因為學大學校 我們常常出來上學 你說總監控很久的時候嗎 嗯 對 還是不是都有 嗯 所以沒有真的很苦 對 最久是 拜託 嗯 嗯 是紅衣巧嗎 沒有 因為紅衣完之後 那個時候我還沒要念 對 你黃衣是雪山 是大山 對 大山就海洪衣 對 那雪上我剛好 那雪上我剛好 還要飛起來 那時候應該在雪上你黃衣 欸沒有欸 就是 我覺得是因為角色 就是我在裡面 並沒有 你知道又畫得黑黑的 其實很難認出我是誰 那你有 因為是 念書加工作 有順利畢業嗎 是說 有有有有 幸好 差一點不能被演 嗯 因為那時候 呃 被盪很多 然後在大三大四的時候 很極力去挽救 課業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想要延避 嗯 因為如果延避的話 我知道我以後出的生活之後 我還是要在學業跟 我的工作去做學生 嗯 這是我最不想發生的事情 所以我 那時候 然後 又 又花了一筆 嗯 這個 雪分費很貴 然後我一定要在 這個 大媽當初假的 就在 睡俗 對俗修的時候去上 就上下 然後上 班上就只有 四隻貓面 所以那個雪分費更貴 我幫阿倫知道 哈囉大家好 我是姜婉如 如果想要知道我更多消息的話 請鎖定忠實娛樂 謝謝掰掰